原定已于8月份举办的地景艺术开幕会 受到天平台风的影响 原来大型迷宫的装置作品全部被强风吹倒 经由艺术家严明红领军的创作团队彻夜的赶工 终于在6号上午顺利举办开幕式 当天聚集不少台东艺文界的重量级人士参与 也对于台东的艺文推动的成果 表达高度的肯定与赞许 今年我们把所有的南岛的活动整合在一起 即将会带动全台东的南岛文化跟艺术的一个接轨 到时候也欢迎各位朋友 一起来参与我们台东的文化艺术活动 实在是很漂亮又漂亮 不管是我们的舞的 山还是海还是人文 我们还能有这一块增加了很多的盛色 我们高兴 虽然台东没有把你打败 今天还是能够有这个机会 除了大型的地景符号展示外 这个展馆内以野狱生态探勘 结合民众参与发掘的各种植物种子 作为本次展览的主要核心 希望在赤展之前 所有的方形的框架上 长满了食物的通明性的手套里面 藏了一个一个都是在地人 就是外来有所交换观点 交换情感所的记忆 那它一个密码啊 整个盒子 地景装置碰到天秤台风过境 严明洪在重建地景艺术的过程 也将这次天秤台风的事件纳入创作元素 让这次的大型装置艺术展 不但更贴近生态议题 俨然也成为台东居民 集体事件的记忆事件部 东台新闻温格张家伟台东报导